慢慢教 上學期如果有些東西沒講完 下學期我會繼續講 上學期我會把重心放在幫你們複習 所以那個進度我們就是會慢慢教 考試就考我三科教的 我們直接來看52頁下面的隨堂練習 這個題目 Limit 我看一下題目 S怎麼樣 B進2的時候 好 後面是S-2 分之S加1 然後減掉 這邊是S平方 減S再減2 分之9 好他會問這個極限對不對 來 這邊我同學你仔細看 哈囉 我們這個東西對術語的東西來講 還真是挺重要的 他要問你 SB進2 S趨近2 S靠近2 S靠近2 他有沒有感覺 沒有 沒有 我只是很靠近你而已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請看這邊 我們就看他整體的趨勢 如果以這個交換來講的話 以前面這個交換來講的話 請問你 S靠近2 S-2會靠近誰 我覺得直觀上我們高中就是這樣選 當S靠近2可能是2.0000001 對不對 好靠近2 可能比2大一點 或比2小一點 那請問你 你-2會很靠近誰 0啊 你是不是很靠近0 對不對 寫上去喔 靠近0 我們寫中文 這樣比較不會造成誤會 我如果寫個0 你可能以為他是貨真價實的0 不對 他不是貨真價實的0 他是靠近0 這樣聽懂嗎 然後我問你喔 S靠近2 S加1 會靠近誰 S好靠近2啊 那S加1會好靠近誰 當然是好靠近3的啊 好 那現在問同學 好靠近3的東西 除以一個好靠近0的東西 你覺得他會跑哪裡去呢 數學上發現一件事情 當你的分母好靠近0的時候 對不對 好靠近3嘛 除以好靠近0 這個東西會怎麼樣 會不存在 他一定是爆掉 對不對 不是變正無限大就是負無限大 這個東西是不存在的 可以嗎 好 那同樣的想法 我們也來看一下 後面這個傢伙 當S好靠近2的時候 來我們看喔 S等於2 其實不是等於是靠近2 S平方是不是靠近4 然後再減掉靠近2 再減掉2 所以你發現 當S好靠近2 這個分母會好靠近誰 一樣是靠近0 寫上去喔 我們高中就這樣教 是非常好的 對吧 我這樣講 你很容易接受 你可以把它當成2帶進去 但是你心中清楚 他不是真的2 他是好靠近2的概念 好 那上面是9 同學我問你喔 9除以一個好靠近0的東西 你覺得他會怎麼樣 一定會爆掉 對不對 不是正無限大就是負無限大 哇那怎麼辦 這個東西不存在 來你筆記就這樣寫好不好 數學奇妙的地方就在這裡 你說老師 不存在-不存在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告訴你 沒有人知道 這個也是一種不定型 你知道嗎 這個也是一種不定型 不存在的東西-不存在的東西 這會發生什麼事 I don't know 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 所以要怎麼去計算這個東西 你要去把它做變形 那請問你這兩個式子如果要做變形 其實高中數學就只有一招 就是這兩個式子要做什麼 通分喔 把它變成一個式子碼 所以來這裡Limit 來跟著寫Limit 當S怎麼樣 靠近2 通分你會通嗎 我通一次給你看喔 如果我說我第二次段考考一題這個 大家可以接送 可以吧 如果我們先約定好 第二次段考考一題這個 好不好 那就是可能改一下數據 看能不能改得更簡單 還是把9換成8之類的 還是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類似這樣 來這裡是S-2 上面是S加1 通分你會通喔 這個到高三喔 後面這裡 S平方-S-2 這個十字交成 這是1E 然後這是2E 交叉相乘出來 中間是- 所以是-2正1 所以這個分解之後是誰 S-2乘上S加1 分之9 對吧 我這樣寫你沒有意見 我就慢慢寫對不對 這樣寫你看得懂 如果要通分 跟你的風母要長得一樣 所以你前面這個四肢要做什麼動作 前面這個四肢要做什麼動作 慢慢寫 這裡是S-2 上面有個S加1 你上下要同乘多少 上下要同乘多少 上下要同乘多少 S加1 S加1啊 對不對 這就是通分啊 對不對 先把它寫成這樣 然後再減掉 來這裡是 慢慢寫嘛 S-2 S加1 分之9 對不對 就通分嘛 通分就是分母長得一樣 才可以處理嘛 然後他就等於 Limit SB-2 好 現在分母長一樣喔 來我們看一下 他減他 所以下面是S-2 乘上S加1 上面是什麼 S加1的平方 來我們把它打開來 快點告訴我 S加1的平方是誰 講話 S加1的平方 叫做S平方加什麼 2S加1啊 對不對 把它打開嘛 然後後面再減掉一個誰 對不對 再減掉一個9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就慢慢寫 慢慢寫 不要緊張 然後等於 Limit S靠近2 來下面是S-2 S加1 來你告訴我上面是誰 S平方加2S S加1-9 所以是減多少 減8 慢慢寫 S平方加2S-8 S平方加2S-8 可以做分解對不對 然後看一下 11 4 2 交叉相乘 中間要加 所以這邊是加4 這邊是-2 水 所以他就會變成Limit 來 這裡字 s-2 s加1 啊上面是誰 S加4 然後s-2 水 慢慢有效對不對 我就是經理lab嘛 對不對 來 請問你兇手找到了沒有,兇手是誰? 上下都有S-2 當S好靠近2的時候,S-2好靠近0,但是他不是0,他是好靠近0 上下都有長的一樣的東西,我們就可以把他怎麼樣 約掉對不對 他不是0,他不是真的0,0是不能約掉的,他是好靠近0 所以你告訴我這題答案是多少 請問你最終他會好靠近誰? S好靠近2,請問你,S加1會好靠近誰? 3啊 S好靠近2,S加4會好靠近誰? 6 3分之6,所以最終會好靠近2,這是他的極限 6,這樣可以嗎? 水反應是2 中環 CM 中環 CT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這堂進度就講這一點就可以 把你的模考品拿出來 我要拿第三回我要進行新的企劃 我看你們那個模考成績 我決定 我的教學的策略要有一點改變 把第三回拿出來 做什麼改變呢 我要確保每個同學至少都能拿到軍標 軍標是幾級分 我所謂的確保就是不管怎麼樣你最低都可以拿到軍標 確保拿到軍標之後再往前攻拿到前標 實力夠強拿頂標 如果是超強就拿15級分 這樣好不好 但不管怎麼樣我們至少保底 拿到軍標 軍標就是可以幹掉全國一半的考生對不對 就剛好幹掉一半 那至少就成績就不會太難看了 軍標大概是六級分 換算成這張考卷的話 通常你拿30分左右 也就是對六題 通常就可以有軍標 所以請你把第三回拿出來 我們先挑六題出來做 你先挑你覺得這張考卷裡面 有機會做出來的六題 我們先把軍標拿到 然後有機會再往上攻 這樣好不好 第三回 來把第三回拿出來 沒有 四級選 我們一起選 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選 我們看看有什麼題目 我們不用照著順序 你整張考卷拿到之後 你從頭到尾大概瞄過一遍 然後你就可以決定 你要從哪一題開始下手 來我給你30秒 給你一分鐘 你先把整張考卷大概瞄過一次 你不要馬上從第一題開始做 你就整張考卷瞄過一次 然後你就想一下說 我想從哪一題開始得分呢 我先拿六題就好 六題就有軍標了 對不對 基本上 六題左右就有軍標 我想問你 他們這個選項會有配 就是 幾個幾個幾個 你說跟你講說音選幾項之類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說 因為之前 會考的時候 就是 他老師就叫我們 會的先做 然後你就開始看選項 對啊會的先做 然後就看選項說 假如說你 可能應該都要平均 選項應該要平均 然後 選項都要平均 所以他就會看我們哪個少 就叫我們猜哪個 對啊 有辦法猜嗎 有啊 有可能喔 有可能啊 但是你最後猜 猜是最後 就是說 會做的都做完 不會做就猜 怎麼猜可以讓你期望值提升 那個我們考慶再來說 現在先不用談那個 現在有什麼好那個的 學測請你再來想想看 到時候怎麼猜會比較好 來我們先看 那我們要再試驗一下這個 這很難說啦 都還沒有培養實力 就想說要開始用猜的 這樣很奇怪 我們來看一下哪一題 可以先下手 我個人感覺 單選第五題 應該是我們可以先讓自己 建立信心的一題 來請看單選第五題 沒有人說你要從第一題開始做 通常第一題也不會很難 通常他會把簡單的題目擺在比較前面的地方 不過你要從哪一題開始做就看你自己 你就想 我們就做六題 先把軍標拿到 來 來請看單選第五題 有一個不透明的箱子裡面有五顆球 編號12368 如果是我會做什麼事呢 我會把箱子畫出來 或者一個袋子畫出來 然後裡面有五顆球是不是 12368 12 368 他說呢 從箱子裡面同時 從箱子裡面 隨機取出三顆球 畫起來 他拿三顆 一次拿三顆出來 那麼這三顆球的編號 把它全部相加 大於14的機率是底下哪一個選項 我覺得這一題 我們應該是蠻有機會做出來的 他說 總和嘛 編號的總和 的機率要大於多少 14 14 機率大於14 總和大於14的機率 對不起 你們會怎麼做呢 古典機率其實就是算兩次排列組合 我不知道同學對這個概念怎麼樣 五顆球 挑三顆球出來 下面要寫什麼 等一下 確認一下 同學會寫這個東西嗎 五個相異物 選三個出來 有一個專業寫法 叫西什麼 西五取三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這應該可以吧 西什麼取什麼 這應該是排列組合的一個 蠻 基本重要的符號 好那我們先來算西五取三 西五取三怎麼算 來確認一下 西五取三就是 五接 再除以幾接 三接 二接 他的概念是這樣 我幫你複習一下 五顆球 來 12 3 6 8 我要選三顆出來 我就想像一個情境 有三個圈圈 跟兩個叉叉 做直線排列 誰排到圈圈 我就把誰挑出來 你看這樣是不是就完成我們的任務了 比如說 圈圈圈圈 叉叉叉叉叉叉 你告訴我如果是這種情況 我是把誰挑出來 126挑出來 對不對 那三個圈圈跟兩個叉叉 做直線排列的情況好多種 這個叫有相同物的排列 就是用全部 五接 三個圈圈除三接 兩個叉叉除二接 這個東西數學上給他一個名字叫 西五取多少 3 或者有人說這個叫西五取多少 2 也可以啊 對不對 符號是人發明的 重點是你的概念是怎麼形成的 好所以我們來看喔 從這裡挑出三顆球 全部的情況有幾種呢 來看一下 五接除以三接二接 幾種你會算接嗎 五接就是一乘到五 三接就一乘到三 所以這裡有十種 好那現在問題來喔 才十種 我考試如果一定要得分 你不會就概定 圖反面幹 十種列出來啊 你忙著說 老實我知道了 加起來要大於十四啊 這個368就可以嘛對不對 你用看的 加上你考試很緊張 你不小心漏算掉一個 這一題就掰了 你聽懂我意思嗎 他全部情況不夠成十種 我們把它列出來嘛 這樣比較安心對不對 不要在想說 我會漏掉 就不要想這種事情 來 我們把它 他列出來喔 來最極端的情況是 1加2加3 來跟著我寫喔 對嗎 1加2加3 如果挑123就是這樣 123然後再來應該是誰 12 126很好 1加2加6 我總共要寫十種東西喔 1加2加6 再來是 1加2加8 8很好 1加2加8 再來是誰呢 1加3加6 對 1加3加6 現在都是1開頭 然後再來是 1怎麼樣 1加3加8 對慢慢來 慢慢來 不要急 才十種 我們現在已經列五種出來了 來 138 再來是誰 168 168 來 1加6加8 第六種 再來是誰 236 236 2加3加6 再來是誰 238 238 2加3加8 再來是誰 268 268 2加6 加8 再來呢 368 368 3加6加8 是不是真的有10種 123456789 沒有錯 真的有10種 然後他跟你說 總和要大於14 這時候你就拿出你的筆 一個一個仔細算 1加2加2加3 這個是多少 6 這個沒有啊 這個化掉啊 1加2加6 這個是9 這個也不要 1加2加8 這個11 不化掉 1加3加6 10 化掉 138我看一下 12 他大於14 這個也不行 168 可不可以 15 15可以 所以來 168 是我們要的 對嘛 我這題一定要得分啊 因為我只要拿下6題 我就贏全國一半的人 你就這樣想 我只要拿6題 我就贏一半的人就好 因為大家數學都不好 來 2加3加6 有沒有 剛才這11 真的 對不起 我剛才以為說 你是不是講錯 11對 238 可不可以 13 13 也不行 他大於14 268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這是16 對不對 16可以 來 368可不可以 17 17 沒錯 這個也可以 好 所以同學應該知道 這個上面有幾種情況 17 17 你選 因為我在想別的事情 3 考試要集中精神 所以答案是什麼 10分之3 這樣我就拿到一題 對不對 我這樣是不是就拿到一題 對 這樣就有一題的分數了 對吧 所以要選哪一個選項你說 2 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是對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先拿軍標 來再看一下 有沒有哪一題 通常建議多選 最後一題 通常建議多選 由到最後 哪一題 第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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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選最後一題 我可以跟你講 通常是比較難 但是你說第七題 你覺得可以試試看對不對 那我們就試試看吧 來 我們來做第七題 這很難講喔 但是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第七題這個題目 設計得很好 來給他三個讚 他說正立方體的三個頂點都告訴你 而且這三個頂點的座標你仔細看一下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規律對不對 來這三個點我寫一下 A點座標叫做誰 負6 負3 然後怎麼樣 2 B點的座標是誰 6 負6 5 C點的座標是誰 362 362 對不對 然後他就問你說 這個正立方體的表面積是多少 畫起來 他問表面積喔 有些老常會算體積的 你知道嗎 你相信 我跟你講就有人這樣 啊老師我算成體積 肯定大會的事情啊 人家問表面積 你算頂級 那你最後 在選項裡面 我覺得肯定有一個是體積的選項 就要騙那些搞不清楚狀況的學生 那你說老師那正題怎麼做 首先你要揮畫正立方體 請問正立方體怎麼畫 他題目沒有給圖啊 正立方體你就先畫一個正方形 來跟著我一起畫 先畫一個正方形 來快點我等你 然後在這邊再畫一個正方形 跟他一樣size的正方形 還記得嗎 我們以前有教過對不對 然後把對應的點把它怎麼樣 連起來 這樣就fuel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正立方體啊 一粒閃是嗎 可不可以 可是現在這一題最困難的就是 這個正立方體 他有幾個頂點 講話他幾個頂點 八個頂點 這是裡面的三個頂點 糟糕 他到底這三個頂點的位置 會在什麼地方呢 我先來複習一個概念喔 拿出你的筆喔 這一段長度是紅色的 來跟著我畫 這是邊 然後下面這個是面的對角線 這是橘色的 剛好利用這個機會幫你複習一下這個概念 然後再換個顏色 我用紫色 紫色的好了 這個是體 立方體的對角線 來這個是紫色的 這三段長度 有一個很特別的關係 以前我們在教書的時候都要求同學特意把它記下來 其實你不記也沒關係 但是你應該會推 我假設在每一邊長度都叫1 所以這個紅色長度叫做1 請問你 那這個橘色長度是多少 根據畢視定理 這是一個正方形 這個對角線長度 1比1 然後這個是多少 這每一邊長度都是1 根號2 這根號2 你知道嗎 對不對 然後你看 這是空間中的一個什麼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然後你再用一次畢視定理 請問紫色的這一段長度是誰 根號3 你一定要知道 因為這個是長式 這三段的長度比 叫做 根號1比 根號2比 根號3 對不對 是不是有 感覺這個數字是很漂亮的 好 那你說老師 那這題怎麼做 我又不知道這八個點 到底哪三個點是他 不知道怎麼辦 算量量的長度啊 去判斷他們的相對位置 所以來 我們先算AB線端的長度 算一下喔 這一題 我覺得讓做這個合理的出發點 兩點的距離怎麼算 坐標相減平方相加再開根號對不對 負6減6 來我寫一下 負6減6的平方 加 負3減負6就是負3加6的平方 負2減5的平方 對嗎 這應該 大家都有學過對不對 座標相減平方相加再開根號 兩點之間的距離 高中數學就是 有這個口訣 必是定理來的嗎 這個算一下這個是多少 根號多少 負6減6是負12 負12平方是144 負3加6是3 3的平方是多少 9 再來 2減5負3 負3的平方是9 144加9 再加9 來 育政要問你這是多少 根號多少 162 162 沒有錯 真的可以算長度 然後再來 我們再來算BC線段長度 算長度 算長度不會很難嘛 他就是很單調就算長度 來 座標相減6減3 3 平方 加 負6減6 慢慢寫負6 減6 平方 再加 5減2 平方 所以這個算出來 來 仔細一點喔 不要算錯 6減3是3嘛 3的平方是誰 9 負6減6 負12平方 144 5減23 3的平方9 這個算出來也是誰 根號 162 喔 有意思喔 然後再來 我們再算AC線段長度 對不對 沒有關係喔 算長度而已嘛 對不對 又沒有用到什麼特殊技巧 來AC 負6減3 負6 減3 的平方 加上 負3減6 我看一下我不要算錯 6的平方 再加 2減2的平方 好 這個算出來會是誰呢 負6減3是負9 負9平方是多少 81 負3減6是負9 負9平方是81 81加81 後面這也是0的平方嘛 所以這個加起來是誰 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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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負9 負9 真有意思啊 這個題目肯定是設計過的啊 A跟B的距離叫負9162 B跟C的距離也是負9162 A跟C的距離也是負9162 我現在重新再畫一個正立方體 然後請同學動動腦去思考 這三個點兩兩之間的距離都是一樣的 你覺得 他會在正立方體的 位置 就是你覺得他們會在哪裡 比如說 假設A點在這邊好了 好 A點假設在這邊 反正其實我不知道A點是誰 A點是他八個點點其中一個 我問玉珍 玉珍我問你喔 B點有沒有可能在這邊 比如說有沒有可能 有啊 有啊真的有可能嗎 A跟B的距離是根號162喔 如果B在這裡的話 那你覺得C在哪裡 C如果在 C如果在這裡的話 這樣子AC的長度就會比較長啊 這樣就不行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思考一下 來給同學30秒你想一下 如果A在這裡 你覺得應該在哪裡 B應該在哪裡 這裡嗎 其實他有很多可能性 但是我們只要找出相對位置就好 因為這一題 我們只要知道邊長就可以算表面積嘛 所以你要先確定這三個點的相對位置在哪裡 如果A在這裡 你覺得B合理的地方應該在哪裡 這裡嗎 也是可以吧 比如說B在這裡 那如果B在這裡 C在哪裡 下面這裡 對不對 所以來在這邊喔 剛好是這個面的對角線 你看兩兩之間的距離是不是都一樣 對不對 AB等於BC等於CA 都等於根號162 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稍微想一下 我們算長度就是要去判斷 他們之間的那個關係 好 那我問你喔 這個面的對角線 長度是根號162 那我怎麼算表面積 表面積你只要知道誰 邊長就好 那我問你喔 面的對角線是根號162 那他的邊長是多少 就是把根號162在怎麼樣 在除以多少 除以根號2啊 為什麼 因為 這裡啊 你看 面的對角線的長度是邊長的根號2倍 所以你除根號2是不是就可以得到邊長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根號162除根號2是誰 根號 81 根號81就是誰 9 所以這個家夥他每一邊長度都是9 好 說要算表面積喔 他每一面都是正方形 對不對 所以9的平方 9乘9 81 請問你他有幾個面 幾個面看清楚喔 你考試你不要眼神 幾個面 前後左右上下 幾個面 8的 我剛才是不是聽到8的 我是不是聽錯 幾個面 6個面 所以是81 乘以6 答案是486 可以嗎 有點小難是吧 但是還行 預測說要挑戰這一題 應該可以 本題答案應該要選第幾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 沒有錯 答案486 拿到兩題喔 拿到六題我們就 立於不敗之地 這樣可以嗎 還要哪一題可以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來再做一題嘛 來做這邊不好看這邊 我看看喔 就看一下 哪一題你覺得 是考試是有機會做出來的 判斷一下 判斷一下 你要培養自己判斷的能力 判斷一下你覺得哪一題是 題目看得懂 而且 應該是滿有機會可以做出來的 你要不要看一下選項第15題 我看到這個題目我就覺得 我應該會先做這一題 我們把這題講完喔 好不好 我來看這邊 這題給他兩個讚 這個題目以前在課本裡面 我們會畫書中圖 對不對 事實上你畫不畫書中圖 就看你個人解決技巧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說什麼呢 他說 經過過去的經驗 我想 進入米南語模式可以嗎 休眠到貨山放在7的 沒有帶走 貨山的機率是5分之1 聽到 這米南語講得不錯 放在公車上 沒有走走的機率是4分之1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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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學長 和貨山放在九色 沒帶走的機率是3分之1 今天你再去呢 他把以前貨山出門 先去7-11 買早餐 然後 公車 去上海 放好的時候 走走走走走的門口 發現說他要貨山 貨山的機率是多少 我靠 對不對 這個題目就這樣 那這個題目怎麼做呢 請問你 我們是不是分段討論就可以 對 他的雨傘可能在什麼地方不見 可能在便利商店不見啊 他先去便利商店不是嗎 然後接下來他搭了什麼 公車 最後去了學校 他不見的情況 那個閃 只有可能會 繞在這三個地方 那請問你 他去買早餐便利商店就把閃弄丟的機率是多少 5分之1 就是這裡啊 這裡就5分之1啊 對不對 你這裡閃弄丟 閃就已經不見了 但是有另外一種情況 他記得帶閃喔 買早餐的時候還帶著閃 但是他是在公車上 忘記帶一下公車 那請問你這個機率是怎麼上 5分之4 對不對 他在便利商店記得把閃帶走 這叫條件機率的懲罰原因 來 乘上在公車上把閃 忘掉 來這個機率是多少 4分之1 就這麼簡單啊 對不對 來 來最後一種情況 便利商店有帶 公車也記得帶 但是是在放在教室裡面忘記 所以這個是5分之幾 5分之4 乘上 4分之3 然後最後 不幸忘在教室的機率是多少 3分之1 分別把這三個機率算出來 這5分之1 這個是多少 5分之1 這個也是 5分之1 這三種情況都是互相排斥喔 不可能通知發生的對不對 這三塊拼圖 你把它組合起來 就是他閃丟掉的情況 所以這三塊拼圖的機率 5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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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題答案是多少 5分之1 5分之1 5分之3吧 對不對 把它加起來吧 對不對 所有題答案請寫上 5分之3 哇 我們答對三題 我們只要答對六題就有全國均標 先拿到六題就有均標 好謝謝各位同學 這堂課先這樣 下一堂課再繼續 好謝謝紫妍 謝謝 就這樣吧